2005年杨迪和室友组成的枪足双煞 凭借搞笑模仿迅速在网络上走红 不过后来因为室友的退出 这个组合也就宣布解散了 杨迪因此沉寂了许久 但杨迪不甘心就此落寞 彼时正在四川电视台实习的他 又以枪足小煞的身份 开始了独自一人的搞笑视频创作 当时还去参加了一档名为 你最有才的搞笑类节目 为了这个节目杨迪可以说煞费苦心 最终他表演的蒙娜丽莎成功逗笑了在场所有人 那会儿黄安正是节目的评委 于是黄安就问杨迪你的梦想是什么 但是刚毕业的杨迪哪想得这么长远 于是不知所措的愣在原地 于是黄安便断言杨迪的未来一定会失败 并且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虽说中言逆耳 但这些话还是给了杨迪一记重锤 为了出名杨迪甚至参加了水上闯关节目 穿着背带裤的他看起来十分滑稽 以至于落入水中差点淹死 观众们也以为是节目效果 还有一次参加颁奖典礼 主办方还嫌弃他长得丑 以此为由拒绝他上台领奖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0年杨迪在中国大人秀上 精彩的表现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还由此获得了表情帝的称号 此后便在电视台的影见下 有了拜访喜剧大师李柏青的机会 为了表示对李柏青的尊重 杨迪还专门将手机关机 没想到见到李柏青后 杨迪精心准备的表演 对方却丝毫不以为意 甚至对杨迪冷嘲热讽 尽管杨迪非常难过 但是出于礼貌 忍住难过与对方握手言谢 没想到对面的李柏青 却猛地一甩手就将手抽出 这一举动让杨迪尴尬不已 他只能飞快地离开 出了门才敢双眼睛泪 这也成为了杨迪心中的一个结 直到很久才释怀 杨迪这辈子最无语的事 就是去宋言飞家做客了吧 2021年杨迪受节目组之托 到宋言飞家中做客 没想到对方却用榨菜 和自热米饭招待他 而对比之前 宋言飞干妈去做客的时候 一家人准备的可是海鲜大餐 在拜访成龙的外甥董又林时 他们更是变了一个人 宋言飞的妈妈还特意穿了 价值两万块的外套 全程礼貌有加 而且他们一嫁明明早就知道杨迪要来 却还是自娱自乐地玩了一上午 等玩得差不多了 才开始琢磨该怎么招待客人 这时候开始准备显然是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看他们的态度 显然不打算特意准备 于是宋言飞就走向厨房 拿出了略显寒酸的自热锅 并说用这个招待杨迪就行 等杨迪进屋后 宋言飞一家又把他独自晾在客厅 杨迪还自我安慰 是他们太忙了 他们家太忙了只能狗陪我 而没有准备午饭的宋言飞一家在干嘛 原来是为了面子给自热锅摆盘 杨迪发现后啊 脸上整个一大无语 但是此时的宋言飞却说 主要是杨迪太没眼力劲了 他一直要进来看 等菜好不容易地端上桌后 让人震惊的是 桌上除了自热锅就只有几叠咸菜 宋言飞还丝毫不觉得不好意思 还辩解到 主要是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拿手的菜 我们也不太好意思展现 就在这个尬到抠脚的时刻 宋言飞突然想起还有一锅盛汤 就打算拿这个给杨迪喝 杨迪礼貌地喝了几口 可没过多久 杨迪就表示有些不舒服 我突然肚子好痛 是真的假的 我就上个洗手间 原来啊 宋言飞给杨迪喝的汤根本没熟 然而宋言飞为了面子强行把汤端了出去 可他们还丝毫没觉得自己有错 还在一旁大笑 而这期节目播出后 宋言飞也遭到看客网友的谴责 而不把杨迪当成客人对待的 还不仅仅是宋言飞一家 作为嘉宾上节目 却被当成用人 杨迪就活该被人欺负吗 2021年杨迪受邀来 恋恋桃花源做客 不仅差点被软惊天爆打 还被当成用人随意使唤 并且还在提前知道杨迪要来的情况下 没有一个人去接待 让他一个人拖着沉重的行李上楼 这时导演组才告诉杨迪 其他人都出去了 明知道有客人要来 却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招待 为了不让节目冷场 杨迪只能边逛边自言自语 好不容易等到其他人回来后 阮惊天却表现得十分嫌弃 还扬言要打杨迪 张天爱也是一脸冷漠 扯着阮惊天的衣服 一唱一鹤的说 根本没人邀请杨迪来 只有谭建茨礼貌的对杨迪笑了笑 在之后的聊天环节中 杨迪随口吐槽了一句行李不好搬 没想到又惨遭阮惊天暴击 那个路根本就非常不适合拖下来 我们一般帮客人拖进来 幸好谭建茨迅速接话 认为民宿的房子设计确实不合理 这才缓解了尴尬的气氛 寒暄结束后 阮惊天又把杨迪当佣人一样 胡来喝去 指使杨迪去给大家做饭 杨迪一脸懵 哪有客人做饭的道理 杨迪虽然有些尴尬 但是为了不影响节目 身为客人的杨迪和谭建茨 只能乖乖听话去做饭 但这还不是最气人的 之后阮惊天的话 更让人生气 煮好饭的时候叫他们 我上去先休息 这种待客之道 还真是第一次见 惹得好脾气的杨迪 都忍不住吐槽 这个念念桃花源的主题 就是请一群朋友来当用人 好在杨迪没有真生气 这才让节目顺利的录制下去